大家好我是月光 欢迎收看月光解说三国杀 那我们直接来看 先看第一局 这是一个刘善主 我是选了一个神陆逊 忠诚 三号位 长城降面 借大桥 就是个 几乎是个名反嘴 然后这个刘善开局就是跳反了 然后太后跳了一个忠诚 当时 这里注意 这个 神陆逊的崔克拆牌 他是可以拆判定牌的 是可以拆队友的判定牌 可以把乐拆掉的 因为当时我手上是有一个乐不思数 可以乐这个接大桥 所以我这里就把这个乐给拆掉了 然后乐不思数对大桥使用 这样大桥也不会被乐 这样刘善下围盒就可以动 排队也没有那么多乐不思数 皇后给了三张 我选了一张闪 这里 这当时是应该算是打错了 当时应该拿这个桃园的 因为我觉得打不死这个法阵 后面 因为跳反 然后形成四反联动 所以我这当时就选择了不拿桃园 后来看 应该是 当时应该是打错了 应该是拿桃园比较好 直接乐大桥 好 谢谢许说是跳一个反 谢谢许说是跳一个反 这位乐不思数 全在 忠诚手里 还有一张被我拆了 走光三张乐不思数 三张乐不思数 刘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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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放全我了 这个时候我就没有选择打大桥 而是打黄浩 因为他已经对我使用过会生了 而且有黄浩在 我每回合都会被擦一张装备盘 这时候注意太后是毒我了 因为刚才黄浩已经名字没有傻了 而我有杖吧 一定会有杀 所以太后这里毒了我 黄浩是被打死了 这现在就要推大桥了 由于跟徐树两个人可以不用动 石军略小卫和可以开大崔克 制作人 鹰 剑 铁水 裁浩 请下马修整吧 歌舞升平 国泰民安 铁水 天过乐,然后刘善选择自己动 手上有桃子有铁锁,那自己动也是可以的 这里注意这里,我选择了小崔克徐硕 当时是打算两个一起收的 比较贪心 如果求稳的话,可以只收鸡大桥 都是反对桃子还挺多的 那徐树空城了,马上要吃太后,一记,纠毒 毒死,直接是摸这张牌 这时直接开战火吧,不开的话也没用了 那这局就是赢了祖宗方面三打五碾压反对 主要是先手打得好 开局直接秒了一个反对,然后二连乐不辞 我们来看第二局,第二局是一个筷子兄弟的主持者 这局主要是为了讲一下这个筷子兄弟的技能 这个建想当你成为其他角色使用牌的目标后,可以令手牌最少的一名角色 这个是手牌最少的一名角色 这个角色可以是自己,可以是其他人 有时候如果对面的牌最少的话,这个技能就不能发动 是可以发动,但是不能让对面摸牌 然后这个审时 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 将一张牌交给一名手牌数最多的角色 然后对他造成一点伤害,如果这个角色死亡了 那么筷子兄弟就可以另一名角色将手牌摸之四张 这个摸之四张是可以自己摸,也可以队友摸的 发动了羊之后会转化成音 其他角色对筷子兄弟造成伤害之后 可以看,可以先看对方手牌 然后交给他一张牌 可以是任何牌,也可以是装备牌 如果直到他回合结束 这个回合结束是包括了七牌阶段 也就是说对方在七牌阶段把牌弃制的话 那么筷子兄弟就不能摸牌了 还是摸之四张 而不是摸到四张 而不是摸四张 是摸至四张 这个小桥直接是个反 平反脸 大桥也是 竹龙是没有动 看一下谢才身份 他是闪了 他闪了 那当时就觉得 可能就是个忠诚 当时这样想 直接给张松主要是为了开技能 我打了 谢才跳了一个反 当时谢才是顺手周泰了 周泰跳了一个钟 那我就直接打无限了 然后给小小补了一张 直接看牌把闪给出去 因为他肯定现在打不了闪 那么我就可以摸到四张 一共摸到三张 现在给西的彩 这跳了 是不动了 直接脱管了 可能就是个内奸 这也是不能发动了 因为张松牌最少 所以我不发动 不然的话张松会摸一张牌 不能跳一个反 然后不拆我的乐就很蠢 导致我手上一堆牌用不掉 审时又转化成羊了 剑翔 这个时候是发动不了审时音的 我刚才是被热了 大桥是继续热了 结果张松是个忠臣 被忠臣的这大桥热了 就直接不玩了 注意这个剑翔 别人对筷子兄弟使用桃也是有效的 无论是锦囊派还是基本派 桃子也是可以发动的 让小桥摸了一点 毕竟小桥很吃手派 然后天过了 这里是对祝容弄了这个技能 因为我手上是有一个桃源的 最大放技能的话 我可以开审时的音音技能 所以就直接发动 直接砸在祝容头上 然后开桃源 这个技能还是比较灵活的 这里剑翔 这大桥牌最少 所以我没有使用 这就遇到一种特殊情况了 队友的牌比对面的牌多了一张 这种时候 要不要发动这个技能 如果筷子兄弟是集火目标的话 为了博取最大收益 你可以先给对面一张 然后再给 然后对面打你 你再给队友补两张 或者三张 或者更多 这个主要是看自己能不能 预判 别人会不会进攻你 因为当时是已经四打三优势了 所以我还是没有冒这个险 去给了大桥一张 而是稳扎稳扎 路上是打小桥去了 触发了天虾 跑充是没发动技能是卡不上是卡吧还是手抖什么 直接推就他就行了 细子可以白嫖 直接诸葛连弩开始推了 曹中这个技能又晚了 让细子才白嫖了这么多牌 小乔估计是没红桃的又不想掉血 就对诸董使用了 然后给他气质才一张闪 结果气质才是没有丢这个闪 说明气质才也是会玩的 知道这个技能 然后我是摸了三张 然后继续给小乔补牌 然后被陶子救起来 可以给西子才捕 又被捞起来 注意了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情况 曹中常这么多牌对我使用 我如果给大乔一张的话 我剩后面可以给小乔两张 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比较看运气 所以为了求稳就没有这么大 然后实际被小乔弹死了 这一局 筷子兄弟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 主要是了解这个技能 那我们看最后一局 这局不是我打的 我们是同一个号 这局不是我打的 这些图是要选了一个司马辉 给了被迷糊跟循玉 这个时候应该先开万剑吧 可以探一探这个循玉的身份 循玉如果乱补牌的话 就可以知道他是反贼 就可以杀他 都在跳中 男蛮入侵 杀 你死后 我 人为贤赞之人 不堪适用 过河开桥 两类插刀 愿赴死去 可在你乡之别里 你命如此 你命如此 周采果实在 不可 春哥是小暴发了一步 华托忠 那这两个忠 跟司马辉主攻 完全没有任何相性 所以你会跳反 这两个技能全部给错了 我这也没办法 两个忠选的 太奇葩了 周采忠也很强 但是跟司马辉没有任何配合 这个铁锁 当时是春花莲的 但是没有用 因为有影视 刚才是直接推周采了 周采了 因为这么推一个 盾中 哦 不是推这个画作 主角是把这个凤印给了周采 打算让周采去打一步爆发 然后周采是直接重铸了 应该是没有距离吧 不过不知道周采手牌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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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命如此 我将超度你的亡魂 拿了一个铁锁 这是准备 已经准备要开始爆发了 这一局司马会不爆发 肯定也引不了 主角这也没有选择救 是因为就是等这个周采死 然后自己也好 把凤印拿回来 寻遇是不相信一个窗户 所以直接把木马传出去了 主角火攻自己 只铁锁自己 然后 总是 龙印肯定是要拿回来的 然后火攻爆发一波 我龙凤雏 二者得一 可汗天下 这被无险了 没办法了 这两个条子都保不住了 不过运气比较好 撑了好的 牌制很高 我将超度你的亡魂 然后又收掉了一个反贝 这个时候主持角这一局打得很漂亮 借刀寻遇 杀这个周采 因为主持角就是目的 就是要这个周采去死 自己好把封印拿回来 然后打大爆发 结果周采是闪了 这个周采是 没有看懂主持角打法 那主持角就直接直接顺手他 强行逼他发动这个不驱 发动这个奋机 然后周采是发动了 结果是不驱到了 死了 主持角成功把这个封印给拿坏了 然后拆光场上自己打爆发 完全 凭借神四马个人能力打了一波 打得很漂亮 然后皇杆是个内奸 开局就打这个盾中 如太也没什么毛病 这局忠诚跟主攻进行没有任何配合 但是主持角自己 打错爆发 最后那一手 逼周泰自己死的打法 打得很漂亮 当然运气也有一点 第一次称好的五张牌 五张牌 排枝很高 然后就爆发了 明天三里就到这 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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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